美雪这一路走来 两党候选人大打口水战 祭出了恐惧牌 这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对立分裂 甚至还让很多美国民众深感压力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选择诉诸宗教 又有人透过运动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输压 不论是做伸展操还是单纯深呼吸 或者出门散布遛狗亲近大自然 美国民众最近无所不用其极 只为释放大选带来的焦虑感 总统大选撕裂美国社会 两党候选人的立场和未来愿景截然不同 更加大支持者对立 路透社调查发现 百分之七十四的登记选民 担心极端主义分子在选后引发暴力事件 许多人诉诸宗教和运动来舒缓选前压力 专家还建议远离电子产品 美国大选结果即将揭晓不论谁入住白宫 选民都得调试心情学会接受 特别好地 贵